140年前的移情别恋 明界法院合发 索命黑令旗 一位通灵师父的真人真事 大家好,我是莫地芬芳 今天的内容是一位台湾通灵师父的经验 原来在养间可以修行 在明界也有机会修行 但可遇不可求 还是把握难得的人生 避免一朝沉沦于遥遥无奇的明界 而修行无望 以下是这位通灵师父的分享 我遇过一位幽明界众生 向地府、阎王爷申诉 请令、四准而变成厉鬼 来扬世间索命报仇的真人真事 2008年4月间 有位40多岁的蔡姓男子 他未婚,驻台北县 尤其妹妹带来找我 最近好像卡刀因 要我帮他看看有这样一回事吗 我用天眼看到 他身旁站着一位女鬼 他面目猙獰 女罗刹的表情 手上还握着地名王的索命黑令旗 这女厉鬼说 我姓吴 云林县台西海口人 从小歹命 腹不疼母不爱 现今应寿为140岁 属蛇 年轻时与同村男友相爱 不料男友变心爱了别人 狠心推我落海烟壁 尸体被鱼 可食不全 我恨 蔡男凶残无情 害我尸骨残缺不全 叫我如何甘心 我要慢慢折磨 凌虐他 断手断脚 疯癫至死 方休 法师 你不要插手管这件事 我可不怕你 我领有这面地府 索命黑令旗 我愣了一下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恩怨 怎么现在冒出个冤亲债主来了呢 我将无性女鬼所言 转述给蔡男 请他再去问 其他灵媒或法师 以查证所言是否属实 蔡男听后一头雾水 喃喃自语 前世 我怎么知道前世的事啊 莫名其妙 怎么会这样呢 今天遇上女鬼要索命常在 可是上辈子的事与现在的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会搞错啦 天理何在 难道他要索命 就可以随心所欲 胡作非为吗 可是 又感觉有东西天天压我的胸 呼吸困难 晚上睡觉压得更凶 还会拉脚 拍打头脸 不让我睡觉 以为精神错乱 全身毛骨悚然 鸡皮疙瘩 整日心筋肉条 托尼师傅说 据我所知 若在地名灵界法院 申诉颂状获胜 由帝斯王发下的合法执行 索命杀人指令 也就是索命黑令旗下来 那么天神也得相互尊重 地名界的法规 一般不喜欢插手管这件事 大约一个月后 蔡南又来找我 面容憔悴 黑肝 提到咨询过其他的通灵法师 也帮他做法 并且超度女鬼 驱魔法师等等 可是没有一点效果 反而比以前更凶 再回去询问通灵法师 法师只告诉我 女鬼已经超度啦 邪魔也抓在他庙里啦 没事没事的 是你自己邪魔作祟 不要乱讲 或是我到你家看看 是否有其他如神卫或狗骂的差错事 可是事实呢 徐老师说 这无性女鬼 其实还跟在蔡南身旁 甚至此时还瞪着我呢 蔡南被女鬼 才虐多日 无法解脱 心惊无奈 要我转告女鬼 我告诉蔡南说 女鬼 她就在你身旁 你直接开口说出就可以了 她都听得到 此时蔡南跪地求饶说 上辈子的事 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上辈子对你做了伤害犯错的事 其请原谅 该背什么物品 经营财宝要多少等来奉献 敬拜你 或其他的法事 才能放过我 只要你不再继续残害我 那么请开出条件 我做得到的绝对去完成 无信女鬼 哈哈冷笑说 就是跪地扣破头 也不放过你 要淋虐至死 才甘心 听女鬼之言 看来 索命心意坚决 不亦妥协放人 蔡南反过来求我说 我的命快休了 救救我呀 我请蔡南先回去 请女鬼留步和我聊聊 这是棘手的事件 如果处理不圆容 干涉因果 例如硬将他降服 那么他必不甘心 日后势必纠缠 暗中加害于我 而且蔡南的 全是孽果业障 会转移到我身上 不论哪位法师的法术 门路再如何高升 也没有能耐承担他人的 冤仇孽障障 但是基于经验法则 我想和这女鬼聊聊 看是否可以圆满收场 蔡南离去后 无心女鬼果真流响 请入客厅 那座喝茶 无心女鬼面容略转微笑 我说蔡南罪孽深重 实在该死该死 过去的是非 零零种种的恩怨情仇 要你忘记往事的仇恨 是不可能的 但是心中常怀 深仇大恨 极恨之心魔 邪念及云一心 非正道 俗话说 上天有好生之德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就慈悲宽恕 手下留情 饶他吧 明界有明修法门 可度拔 离开地明界的苦难 但是明修是需天神引荐 你愿意明修吗 听我直言 女鬼 泪流 似有领悟 顿了一会儿 随即要我替他祈求 引荐 帮助他得以 入明门 进修 他需要一些物品 以及清香金箔素果佳肴 敬拜诸众神 谢恩帮忙 我向无心女鬼说 成佛道就在彼岸 祝你晴修早晨 女鬼去明修了 灾南的灾难也消失了 平安无忧 明界因人与阳世间人 同样具有 爱恨情仇 血泪交织的性格 纵然往生了 明界众生也是如此 那为什么前世无心女鬼 能找到现世的灾难呢 女鬼先持 索命黑令旗 到地府往生部门 查阅往生部 查找灾难 转世投胎到哪户人家 地名王的索命黑令旗 如政府机构的公文 可咨询地方土地灵旗 有关前世的冤亲债主 在阳世间用的姓氏及名字 一一查旗中机或迁移 何处定居 此索命黑令旗 地方神旗就要配合查询 这是神灵界的规范律法 那为什么有地名王的索命黑令旗 就可以杀人呢 无心女鬼在地名界法院申冤 提告获胜 判决执行制裁指令 索命黑令旗 到阳间执行杀人的合法执照 地名界法院判定 疾二凶残者 罪犯以急刑处置制裁 一般是犯阴毒手辣 穷凶二级之罪 神人共愤 地名王才会发索命黑令旗 筷子手则由前世被害人自己 亲自执行制裁 肖恨灭仇 无心女鬼被我小以大意 真诚所动 才答应不杀蔡南 而愿行明修之路 但是倘若女鬼制裁终结了蔡南 也需回归地狱民府 继续受地狱之苦 何谓阴寿 世人在阳间年龄称为寿宁 往生后转为阴寿 阴寿随着岁月增加 一直到转世投胎前为止 大体则停止在往生时的形象 即使躯海焚化成灰或自然腐化 也不会随着阴寿岁月增长 而有所变化 我看到的灵魂面貌 都是往生前的形象 当然除了印尸僵尸体之外 它们身上衣着 就像在阳世间时的衣着 有时尚的有古早式的 有学生服 简装的等多样化 没有影视剧场里的 恐怖下人脸谱 奇装怪服 通灵方式 耳通 心通 他心通等法 心通 对话交谈不必开口 以心灵磁场坡 相互通话 另外也可看见 叙述的过程 情境景象 如影视剧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